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素颜赵丽颖街头被偶遇,皮肤细腻五官精致,路人赞叹皆得气 赵丽颖素颜街拍照片引发热议,展现自然美貌与自信 网友称赞其皮肤白皙,五官精致,散发独特魅力 赵丽颖真实,亲民形象深受喜爱,素颜现身再次证明美貌与自信,展现独特魅力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有用 近日,一则关于赵丽颖的街拍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这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竟在繁忙的街头以素颜的形象现身 她的自然美貌如清风拂面,令人心动不已 赵丽颖的这次露面,无疑又为她赢得了一大锅粉丝的贺彩与赞美 在网友分享的照片中,赵丽颖身着简约休闲的服装 没有任何化妆品的修饰,却依然光彩照人 她的皮肤白皙如雪,光滑细腻,仿佛吹弹可破 五官精致如画,每一处都流露出天生的美感 即便是在素颜的状态下,赵丽颖也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令人无法抗拒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以其真实,亲民的形象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她的素颜现身,不仅展现了她的自信和从容,更让人们看到了她真实的一面 这种不做作,不矫情的态度,让赵丽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尊重与喜爱 赵丽颖的素颜照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许多人纷纷表示,赵丽颖的素颜简直美到领人窒息,她的自然之美让人心醉 更有网友称赵丽颖是真正的素颜女神,她的美丽无需任何修饰,就能让人为之倾倒 赵丽颖的素颜现身再次证明了她的美貌与自信,也展现了她真实,亲民的一面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赵丽颖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美丽与真实的含义,让人们感受到了她的独特魅力 这样的赵丽颖,无疑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喜爱 近日,赵丽颖素颜街头被偶遇的照片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这位广受喜爱的女明星,以其细腻的皮肤和立体的五官,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赵丽颖素颜出镜,展现了她真实自然的一面,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加修饰的美丽,赢得了路人的赞叹和喜爱 赵丽颖在娱乐圈一直以其甜美的形象和扎实的演技受到观众的喜爱 无论是在电视剧《花千古》中饰演的《花千古》,还是在《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兽》中饰演的盛明兰 赵丽颖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然而,生活中的赵丽颖却显得格外低调,她喜欢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这次素颜被偶遇,正好展示了她真实的一面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赵丽颖穿着休闲简单的衣服,没有化妆,依然显得光彩照人 她的皮肤细腻光滑,五官立体精致,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 这种自然的美丽,不仅展示了她良好的皮肤状态,更展现了她对自我形象的自信 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赵丽颖的素颜真的很漂亮,没有任何修饰也这么美,真的是天生丽质 她的五官太精致了,这样的自然美才是真正的美 双引号 赵丽颖的素颜照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不仅因为她的外貌出众,更因为她展现了一种真实和亲切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赵丽颖在私生活中一直保持着低调和自然 她没有刻意去迎合公众的期待,而是以最真实的状态面对大家 这样的赵丽颖,让人觉得更加亲近和真实 事实上,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靠外貌,更重要的是她的努力和敬业精神 从出道至今,赵丽颖一直在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 她对每一个角色都全力以赴,用心去揣摩角色的内心世界,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 正是这种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让她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实力派演员 赵丽颖的素颜照不仅展示了她的自然美,也让人们看到了她生活中的一面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备受关注,但她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不刻意迎合,也不故作姿态 这样的赵丽颖,更加真实,也更加迷人 对于艺人来说,素颜出镜是一种勇气的表现 因为素颜不仅仅是展示了自己的真实面貌,更是一种自信和坦然 赵丽颖的素颜照片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除了她本身的美貌外 更因为她展现出了一种自信,自爱的态度 有网友评论道,赵丽颖这种自然的美 才是真正的美 她的素颜比很多人化了妆还要好看,真的很难得 这样的赵丽颖,真的很有魅力 这些赞美不仅是对赵丽颖外貌的认可,更是对她人格魅力的肯定 素颜出镜并不是每个艺人都敢于尝试的 但赵丽颖却用自己的行动 王一博代言笑翻全网,品牌争宠网友目瞪口呆 王一博的代言在娱乐圈中可谓是独树一帜,没有任何的对标可言 甚至还开启了自己的赛道 没错,王一博这个大IP,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私欲流量圈 自带热度不说,人气也逐渐增长,这是许多人不能媲美的地方所在 得益于王一博的定位很准,全能型艺人,娱乐圈中的体育生,跟很多品牌的调性相得益彰 不过有意思的还是这么多代言,遇到节日的时候,也会纷纷拿出新的物料包,送福利的同时,也会相互争宠起来 这段时间王一博的代言官宣可谓是百花齐放,从法国鳄鱼,到国民品牌甄维斯,再到奶酪品牌妙可兰多,随即而来的还有德宝,烟织屋,果然是有作品就是有底气 挺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品牌方知道王一博忙,他们也是彼此互帮互助,蹭过来蹭过去的互动起来 听说郊内要推出新物料,这下子可把甄维斯整着急了,都是服饰类的,一个是休闲系列,一个是居家系,果然彼此是竞品 郊内推出甄维斯睡衣,甄维斯抛来蹭热度,留言说有多丝滑,让本甄来蹭一蹭 看了一眼后,王一博的摩托大军们冲向评论区,直接喊话甄维斯,让郊内做不到的,希望甄维斯可以做到 大家想看的就是王一博多露点肉肉而已,不能包裹的这么严实 郊内看到网友的诉求后,果断发文,有新鲜的王一博可以看,保准是反复观看的那种 看到这个消息后,网友依旧不买账,更是留言说,是露大腿了吗?还是露腹肌了? 明明是居家服,每次的物料都是包裹得炎炎湿湿,就不能大胆一点,给个劲爆的 你们可是品牌方,怎么如此矜持?大裤衩就不能拍点吗?等你露了我们再来 果然符合摩托大军们的口味,向来不会在郑主面前搔手弄姿 把诉求都发泄到品牌方这里,各种的要求,骚一点,露一点,娇媚一点,可爱一点 就是不要拽一点,因为看得太多,如今只要奶乎乎,又可爱的王一博 王一博如今可谓是搞不懂他的这群摩托大军了,如果不是为弱莱德出圈 估计他还有战斗力去捍卫一下酷格的形象 现在可好,心粉都直接开脸贴大,土味情话说给他听 看他害羞到耳朵红通通,龙土表情包舞到他面前,还要问他作何感想 前有小哥后有小姐姐,非要紧挨着他拍照,果然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我是小肥妖,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他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男生 只有在舞台上他会帅出天际,以为他是海王,实际上他还是个乖宝宝,安静害羞还慢热 题外话,王一博是个三观很正的男生,纵观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能够越来越红 除了作品,还有人格魅力,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更会越了解越喜欢的 在当前的娱乐圈中,王一博无疑是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他不仅在音乐、影视方面展现了过人的才华,更在多个领域展现了出色的代言能力 近日,王一博的一则代言广告再次引爆网络,令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惊叹 无论是他的搞笑风格,还是品牌争相合作的场景,都让人目瞪口呆 王一博的代言视频不仅展现了他的幽默感,更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多面性 他不仅能在舞台上展现帅气与魅力,还能在广告中展现出亲和力和幽默感 这种全能型的艺人形象,正是品牌所需要的 难怪众多品牌都在争相与王一博合作,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网友们在看到这则广告后,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表示,王一博真的是太有才了,每次看到他的广告都能笑出声来 还有网友说,这样的代言人,谁能不爱呢?品牌选他真的选对了 大家的评论中充满了对王一博的赞美和对品牌选择的认可 其实,品牌争相与王一博合作也并非没有道理 首先,王一博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他的每一条动态都会引发大量的关注和讨论 其次,王一博的个人形象非常正面,既有时尚感,又有亲和力 这样的形象非常符合品牌代言人的要求 此外,王一博的专业精神和敬业态度也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这也是品牌选择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广告代言外,王一博还在多个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无论是在音乐、舞蹈还是影视剧中,他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样的多才多艺,让他在娱乐圈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同时,这也为品牌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无论是音乐类产品、时尚类产品还是生活类产品 王一博都能完美驾驭 对于品牌来说,与王一博的合作不仅仅是一次广告宣传 更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 通过与王一博的合作,品牌能够迅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而王一博也通过这些合作,展示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这种双赢的合作模式,不仅让双方受益 更让广大粉丝和消费者看到了更好的产品和更有趣的广告内容 在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 王一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展现出色的表现 他的才华和努力,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同时,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品牌与王一博的合作 带来更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最后,作为观众,我们也要感谢像王一博这样的艺人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为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感动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王一博,支持那些努力工作的艺人们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代言广告 选购适合自己的产品,不被广告所左右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在未来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表现 和更多令人惊喜的代言作品 相信在他的带动下,娱乐圈和广告